《黑猫尽赏》虽然是一部很适合小孩子看的经典动画片 但是其中一个情节却或多或少可能会带来一点童年噩梦哦 新婚之夜 螳螂新娘大口吞掉了她的爱人 哇塞 想想就可怕 对 没错 我的部分童年就是活在由螳螂新娘支配的恐惧当中的 那么 雌螂为什么会吃掉配偶呢 其实这种交配后吃掉自己配偶的现象在大自然当中是很常见的 它叫做性识同类 由于雌性动物的提醒往往大于雄性动物 所以被吃掉的配偶基本上都是雄性了 生物学家在研究性识同类的原因时呢 认为这是出于各种复杂的进化的原因啊 包括物种成本的效益 精子竞争和雌雄淘汰机制等等 但其实哪有那么复杂 性识同类发生的大部分原因呢都非常简单 那就是雌性太恶了 1984年科学家用大刀螳螂做了一次实验 他们事先把螳螂喂饱吃足 然后将灯光调按 用摄像机记录螳螂交配的过程 结果出乎意料啊 在三十场交配当中没有一只熊螳螂被吃掉 为了让实验结果更加有说服力呢 三年之后科学家又做了一系列的实验 他们这一次呢 把饿了十天左右的雌螳螂放进了实验环境当中 饥饿的雌螳螂一看见熊螳螂便一步而上 他们可不是为了争夺伴侣啊 扑上去的目的呢 单纯就是想把熊螳螂大协八块啊 可见在现实面前 雌螳螂可是无性恋爱的 面包才是最清醒的选择 很多人呢 会把熊螳螂刻画得十分忠贞 心甘情愿地被爱人吃掉 而事实是他们也想逃啊 但是臣妾做不到啊 在体型的绝对劣势面前呢 熊螳螂只能只能几下 变成了异性的怀中餐了 除了螳螂啊 红背蜘蛛 香蕉阔鱼等等动物 也会出现性是同类的现象的 如果说性是同类中的雄性被吃掉 是迫不得已的话 那么另外一种雄性动物 可就是不折不扣的恋爱脑了 他们找到心仪的姑娘之后呢 就会抱住大腿不松手 从此依靠雌性来吃喝不愁啊 甚至会沦为雌性的生殖器官了 这便就是动物界公认的软饭男 安康鱼了 安康鱼俗称皮派鱼是一种深海鱼类 雌性安康鱼的外貌可不是用丑陋来形容就够的 它们体长一米左右 头巨大且扁平 双眼长在头顶上 一张血痕大口里面长满了尖牙 不过安康鱼找对象靠的可不是颜值啊 而是实力 提醒比雌安康鱼小了几十倍的雄安康鱼 一旦发现异性便会冲上去一口咬住 渐渐的雄鱼的唇和身体内侧 就会和雌鱼的皮肤粘连在一起 等伤口完全癒合时呢 雄安康鱼就会成为了雌安康鱼身体的一部分了 从此开始啊 雄安康鱼除了生殖器官会继续发育以外呢 其他器官全部都开始退化 虽然沦为了生殖工具 但雄安康鱼却从此过上了不愁吃喝的寄生生活啊 并且能够和爱女终身相伴相依啊 所以如果你看到了一只雌安康鱼身上挂了好几个小吊罪 那可不是他的装饰品啊 那可都是他的爱人们啊